一條麵糊 先去粉燈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在外國很流行的一個遊戲 它是來自芬蘭的 人稱芬蘭牧柱 芬蘭話怎麼讀呢? Morluku 我們香港當然是講中文 中文名叫Morluku 它裡面有12條木柱 我們打開來看看 芬蘭木柱的玩法很簡單 你要用這枝圓柱 投窄放在地面的數字木柱 就快拿到50分就贏了 而每枝木柱在哪裡跌低 就要在哪裡起身 即是如果你撞掉了一條柱之後 它滾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它也要在停定的位置 重新立起給你擲過 所以你的板圖是可以越來越大的 至於每條木柱上面的數字有什麼用呢? 撞掉多少枝就計多少分 即是撞掉了四枝你就有四分了 如果你每次投窄都只有一條柱跌低 條柱是什麼號碼 就代表你可以直接得到它上面的分數 但大家要小心點 如果連續三次一條柱都扔不中 你就會馬上出局了 拜拜 至於一開始 十二條木柱怎麼排呢? 其實是有固定方法的 首先是上九下十 左十一右十二 跟著左邊是一三五七單數 右邊是二四六八雙數 順著由大至小排就可以了 教完基本知識 一起來看他們倆怎樣玩 我們今天邀請了雞順的專業編導 嬌哥 出來做陪玩完的 多多哲教 Let's Game 十一支 這個遊戲其實最快最快 到五十分就贏了 即是我贏你整個馬臂球 我只知道球是圓圓的 踢得你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我問了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個遊戲 假設我不小心超過五十分會怎樣 這樣就會自動回到二十五分 繼續扔 扔到你剛剛好五十分 這樣就贏了 十二了 哎呀 多了 真的被他中了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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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分 42分 8分就贏了 對呀 就扔回他剛才那個8分 Game 來到室內場 給你一個機會輸多一次 室內場就不一定會輸的 不過有興趣問一下室內場是怎樣玩法呢 其實跟剛才的玩法大同小異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高台 就加多一個規矩 因為其實柱很容易會滾落地 那滾落地的柱怎麼辦呢 就滾落地一條 就扣一分 行不行 那滾兩條是否扣兩分呢 當然啦 對呀 其實我覺得大小版一定會玩的 不過千萬不要那麼觸從 加些盲礙規矩 否則真的有出事 試一下嘛 哇 真的 那我自己覺得 大版和小版 我覺得 大版容易玩些 要是起碼它目標大些 還有 可能又是放在地下 因為小版 你放在桌面 因為怎樣都會滾落地 除非又是放在地下 可能這樣就會容易玩到 那要不要再試一次放在地下 沒有了很累 收工了嗎 喂 阿叫 輸得逢復先 真的沒話說 不願自逢 喂 那其實呢 這個遊戲呢 來自芬蘭 那其實我覺得 應該加上一些 本土的特色啦 對我來說 最大的文化是甚麼 當然是喝酒 如果把這個遊戲 分添 然後呢 譬如我 扔中了 假設四條柱 那你就要喝四杯 我覺得這個遊戲 也挺好玩 又或者 每一條柱 放20元 那每扔中一條 你就要給我喝 啊 OK 那輸了一個 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它叫酒仙 那我就走開 不是喝一個是走 是酒仙 是 肯定是 喝到死都不行 大哥 真的 不是啊 有酒飲的遊戲 才是好遊戲 是嗎 那這個遊戲 可以在哪裏買到呢 很簡單的 各位觀眾想買的話 上去英特爾 下三個只能買東西 請買東西 請買東西 超級買東西 超級買東西 是Facebook會也有的 那記住買完之後呢 告訴我 我跟你一起玩 好 拜拜